今天為什麼相信郭台銘 台灣一定贏 台灣一定贏 因為我這個銘有金又有銘 台灣需要有錢 台灣需要有銘 我認為台灣目前這個有銘 是一個即將要打戰的銘 即將變成亞洲的彈藥庫的銘 我們這個銘要從台灣不要變成亞洲的彈藥庫 要變成亞洲的科技島 這個我要做大宣傳 台灣要有銘是因為科技有銘 製造有銘 原文有銘 第二有銘 第二是台灣要有錢 這兩天賴清德也改口 要發展經濟為第一個目標 他把第一目標發展經濟 各位你們相信發展經濟 賴清德內行還是我比較內行 他都沒有你們內行 他都沒有做過一天賺過錢 他的錢都募來的 他錢不是自己賺來的 對 我的六個字是和平 我剛才講的 繁榮經濟或經濟繁榮 經濟可能跟賴清德正好去衝對 他第一個我是第二 有了和平才有經濟 第三個青年 我看到民進黨的競選口號裡面 竟然沒有青年兩個字 為什麼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 今天我們在座各位都是優良的商人 優良企業家 你們繳的稅 他們有好好運用嗎 他們連青年兩個 一個民進黨淪落到紀念 連青年兩個字都不敢講